大家好,歡迎來到新一集的 Aster養心分享 我一定要習慣一下這個新名才行 錄影的今天是星期二 星期二是我的滋養日 星期三是讀書日 讀書會 星期二是非常 對我來說是 很忙碌的 因為我要上書法班,是很開心的事 然後Sami老師會幫我 抽濕 然後John O 會幫我做奴隸 然後會去Kid Lam 做頭髮 所以今天頭髮是很潤髮的 其實頭髮很重要 你不會看到我有一條白頭髮 因為我隔一個星期 就會去做潤髮 他會幫我用兩種顏色來染 所以我是不會有白頭髮的 哈哈哈哈 Anyway 所以呢 而且最近 因為我的皮膚做到差不多了 那我的御用美容師 Marina 就開始幫我做 high膚了 就是什麼呢 所以你會看到 其實我面本身是 之前很包的 如果你看回 Aster心靈分享 OK 你會發現 我是肥瘦 肥瘦 脹 現在開始 我這裡開始在這裏上去 因為做high膚 其實都不可以不妥協的 因為始終我也是一個傳媒人 我也是一個網台主持 現在是一個節目主持人 真的不能夠太醜 其實我是為了你 我去扮美 我自己本身是一個不貪美的女人 因為我媽媽實在太美 那我覺得怎麼辦都不夠她 那我索性就是 不好了 我走實力派 然後我想一想 有高人指點 就是傻妹 實力派 做死你了 然後就做偶像派 偶像派 這樣 Anyway 好了 行話小說了 上一次 這個 養心分享 我跟你說 我解決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就是我很想我爸爸 和我道過歉 這樣 這樣 其實我和你講這件事 做什麼呢 我的故事和你來講 與你無關的 By the way 非常之感恩大家 就是小妹 久休復出 兩三個月都有 再開新的節目 我看到大家的反應 是非常之熱烈的 因為我一拍就拍兩集 所以你看我的衣服是一樣樣子 然後我就發現 大家是留很多言給我的 真的看到你的留言 是很開心 特別是有一位二十歲的妹妹仔 其實你二十歲的話 我真的叫你做妹妹仔 她叫三文治 為什麼你的名字這麼可愛呢 三文治 我可不可以咬你一口呢 咬 二百五十幾集 很感恩給我獲益良多 然後主要就是以前看書 自學吸力法則 但是學錯了觀念 透過你的節目 令我重回正軌 她說我現在二十歲 唉 唉 真是開心 我竟然有二十歲的粉絲 其實我真的很想 我的節目 如果真的 膽粗粗說一句話 能夠貢獻給這個人世間的話 其實這些年輕人 就是我最想去成就 想去貢獻 因為我自己經過十幾二十歲 做錯很多決定 無論是愛情 無論是事業 無論是甚麼 很多好的錯 那不是說不好的 那不是錯了就學到東西了 但是如果 不是犯那麼多錯 一早選對的話 其實一帆風順 又何嘗 不是好事呢 她說我二十歲 今年 近期就看你的心靈分享 還有就看到EP55 就是周華山博士所教的 內心有感恩的心 於是我就照著做 現在我心臟的位置 心的位置 心臟的位置 長期處於溫暖的感恩的感覺 唉 見到這些 真是開心 再次感激Aster老師 無私的分享 今次一次留言 好獎老師 請問老師 有甚麼想跟我這個初學的後輩 說一聲話感恩 這些真是 又有禮貌又有家教 怎麼可以不回答你呢 她說 如果沒有也不要緊 不緊要 只要你看到這個 我就覺得很感恩 哈哈哈哈 接著我就回覆了她 我說三文治 多謝你收看 其實我以下要說的東西 就不只是對三文治說的 其實對所有人說的 就是 今時今日 做人難 做好人更加難 這個世界 唉 是很多東西 道高一尺 摩高一像 是會令到你很 frustrated 很沮喪 你會覺得 人間 有時候 當然那個不是 可能我在投射 如果有的話 那你聽我說 就是 不要放棄做一個好人 不要放棄做一個很好的人 反正做人也是很艱難 當你覺得做人很難 做好人更加難的時候 你記得這個世界 有很多人在幫你 特別好像我們這些傻瓜 這些傻婆 OK 跟你拍四百多集 曾華山博士 他就不是陪我傻的 就是 這個世界想貢獻 肯貢獻 亦都真是去貢獻 出錢出力又出席的人 真的很多 OK 那我們是 會很想幫到你們的 OK 還有這個宇宙 實質是真是很愛 很愛我們 OK 然後遇到有任何問題的話 不要自己去解決 你可以打坐 但是因為你二十歲 我不會期望你有很多打坐經驗 OK 還有二十歲的腦子 很多化學物在運作 賀爾蒙 然後很多問題 人生問題 戀愛問題 形象問題 彭貝 朋友的問題 就是我不會期望你很精靈 OK 因為他又回覆了我 又用時間去看一看 真的很慘慘 20歲 我就五十七 就是我刪得他出有餘 OK 這樣 給心機吧 三文治 人生條路是這樣的 彎彎曲曲 有時候你會覺得很懷疑 有時候覺得不知道 不知道做了什麼 我們都會去 就算我們現在有時候都會的 不過時間很短 可能會懷疑一下 這樣為什麼 而很快就會 又蠢了 這樣 就是這樣 OK 好 另外一件事 我突破了是什麼 我要很小心地說 因為可能會辣著很多人 都有這件事 OK 我爸爸 都是跟我爸爸媽媽有關的 我爸爸呢 就 三十幾年前離開我們 這樣 當時呢 因為他有第三者 又加上事業上的低潮 然後呢 但當然其實真正的真相是千絲萬縷 父母的事情我們不要跟他說 不要去計較 因為他有他們的困難 他有他們的課題 OK 最重要就是 我們知道一件事 就是父母的課題 交給他們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課題 OK 但是 但是 始終我對於第三者 是沒有太大好感 我想你明白 是不是 當 我二十六歲之前 我有一個很好的家庭 我爸爸生意做得很成功 我們很開心 我又入了POL 然後媽媽又不用捱 小妹妹又拍拖 結婚 陸續 很開心的一件事 但是直到 有一個第三者出現 這樣 那當然 唉 真的 當然你一定是婚姻出的問題 才會有第三者 如果你的婚姻很好 很穩固 大家很親密的話 第三者又哪有位出入呢 話說最近 就跟一個好朋友聊天 他離開了香港很久了 我們都認識了很久 移民從小到大都認識了 聊聊天 他又是突然跟我說 其實他的男朋友 是 即是我說 他拍拖 我很開心 為什麼不聽你說的 然後說 聊了一堆事情 才知道 其實那個人是你老公 那我就 晴天霹靂 為什麼會這樣呢 然後突然間 我想起 很多個 很多個 我曾經認識的好朋友 有些現在已經不再熟了 有很多都不再熟了 有些是 即是這樣 姑且這樣說 甚至乎 我認識的有一些 就是 修 修佛的 修基督 修什麼 修一些宗教 或者靈性有修行的人 都是會是跟一些 有苦之夫 拍拖 甚至乎是有更加多的東西 OK 我為了這件事 我覺得很不開心 我突然想起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曾經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我們已經不再FRIEND了20年了 她也是曾經跟我 她是一個家庭 很有家庭 有美女 自己又有碩士學位 讀很多書 有本事 很聰明 很出眾的女生 但是 亦都是同一個 有苦之夫 搞起來 而且她認識她兩夫妻 那怎麼辦呢 當然被人當是狐狸精 這樣處理 很麻煩 因為她做那個行業 大家是同一個圈 很麻煩 很麻煩 而當時 可能是二十幾年前 二十幾三十年 總之很久以前 那時候很年輕 我自己 就不玩這家 因為我們九營四仔 我玩不起 我是用情很深的 如果我愛上了她有苦之夫的話 我會萬劫不復 所以我是 如果我很喜歡這個男人 然後 譬如說 她說她有老婆 我就會馬上 然後把所有感覺 斬了她 而且我一定會問 如果同一個人 是一個浪漫的晚餐 或者浪漫的出家 一定會問她 其實你有沒有老婆 你結婚了沒有 你現在有沒有和人同居 你現在的現狀 你的status是怎樣 會不會是single marry but available MBA married but available 這樣 或者是你和你的女朋友 在同居 因為同居等於結婚 我不會和人搶 又或者她是未來婚 打算離婚 這些都很麻煩 她還是和一個女人 這些都很麻煩 那我會 大家做著朋友 然後等你 起碼淡一年 因為她快要分手 快要離婚那一年 她都是很負面的 通常都會經常說 舊女友怎樣壞怎樣壞 又會拿我和她比 是不是 好了 Anyway 然後我發現 為什麼這麼多女性 會喜歡有苦之夫呢 當然 這件事令我不開心了很多個禮拜 那我那個girlfriend 就是當時我做的一件事 很厲害的 就是什麼 一句話都不說 完全沒有跟她說 有什麼搞錯你 你有什麼條件 怎麼和我這樣人在一起 沒有 我只是心很痛 心在那裡淌血 然後不斷希望她快點分手 快點分手 快點分手 因為不單止你 是不見得光這段感情 而且人家老婆 憎死她 然後大家的common friends 覺得她是狐狸症 那你說 何必呢 何必呢 對不對 然後最終我朋友就是 她說 我跟誰分手 我就唉 唉 吐了一口氣 但是我依然是一句話都沒有說 就是 好啊 我都替你開心的 無論如何 我都是站在你旁邊 但是 不知為什麼 今次我很大反應 那可能是 其實是 歸根究底 是令我想起我自己的家 我自己的父母 那 然後有一天我打坐 那之前和我張萊山吃飯 就解了一個謎 解了一個謎 然後這個謎 就很短的日子 兩三天之後 又解了 就是 我突然發現 其實 家家真是有本難念的經 其實 我爸爸他離開我們 對我們來說 我上次講過 就是第一集講過 其實很傷害 然後 我突然有一個moment 我想起 就是 我二十六歲那年的事 即是三十一年前 三十一年前 然後到現在 原來在我暗淨 我自己的前面 還是有生氣的部分 然後 我想起 為什麼爸爸會 離開我們呢 為什麼爸爸會 就算婚姻不開心 為什麼你不可以 為了我們三個留下呢 其實很多離婚的家庭的子女 都是問這個問題 特別是很小的朋友 他們會覺得 為什麼你們會離婚呢 為什麼你離婚呢 為什麼你不為了我留下呢 是不是我不可愛 是不是我不乖 是不是我不乖 是不是我做錯事呢 爸爸媽媽 為什麼你會離婚呢 很多小朋友會這樣想 但是我現在二十六歲的小朋友 我也會這樣想 其實二十六歲 以前很大的二十六歲 是結婚生的兒子的 即是跟現在二十六歲不同 現在二十六歲的人 真的是小朋友 我們以前不是的 結婚生的兒子 要背起頭家的 然後 然後我再想下去 就是 我就想起 其實很多事情 還沒消化的 很多事情還沒感應 就是 其實我當時 到底在家裡發生什麼事呢 然後 在我打坐裡面 我發現 越想越沉重 越想越多 然後突然間 我發現 不行了 我要放手 我要放手 我要將這件事交給天 我要將這件事交給我的神 我始終 雖然 我現在學佛的 但是 始終我也是信耶穌 我始終是信神的 就是 祂是我上司 然後我就發現 哎呀 不行了 我一定要等下 我的父母 等下他們的婚姻 將他們的婚姻 交給他們 因為我們其實 很多人 其實很多很好的條件 的男生 女生 為什麼會找不到伴侶 其實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們是嫁給我們父母 這個是一個 在前面式裡面 是一個靈性上 當我們很 疼爸爸 或者很疼媽媽 然後是 疼到一個地步 是 被爸爸走了 其實我是成為了我爸爸 因為我是大女 我比較乾陽氣重一點 我比較賺食 其實某程度上 我是代了我爸爸 而很多人離婚的話 兒子是會代了爸爸的角色 這樣 其實是很不健康 然後 兒子會和爸爸去對抗 譬如我們做女兒 也會的 就會和爸爸對抗 就是有沒有搞錯 你這樣對我媽媽 其實誰適合誰不適合 你又怎麼知道呢 然後很有趣 有幾天 我不開心到的地步 就打給 別人求助 打給先姐 就是我們總子法則的 先姐 嗨先姐 我就說先姐 我很不開心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有人 會搞婚愛情 為什麼會喜歡別人的老公 喜歡別人的老婆呢 這樣 然後是 因為我自己呢 是經歷過很多財困的 我經歷過很多財困 真的差 慘得不得了 我才有 我今時今日 樣子好像很富貴 那樣 實質都富貴的 貴貴的 那樣 只不過我又不是真的 很有錢 但我很豐足 所以我對於朋友 或者特別男士 你在經歷財困 在經歷破產 或者在破產邊緣 極度沮喪 極度不開心 極度自責 老婆說要走路 我對於這些情況 我是很有同情心 很有憐憫心 因為我經歷過很多次 我知道一個人 就算是一個很好的人 他都會搞到自己這樣 因為我以前都試過很多次 不是一次 是很多次 好了 但是對於婚愛情 我是完全沒辦法明白 因為我一次都沒試過 那我的錯 是用了 擺在錢那裏學習的 我的人生課題 擺在那裏學習 然後師姐跟我說 一件事很棒 她說 Esta 其實我們是學種子法則 種子法則是學兩件事 第一 是種子 第二 是空性 她說 其實如果我們說 什麼都是空性的話 其實婚愛情 都是空性 戀上別人的老公 愛上別人的老婆 也是空性 那我 明白啊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 有一件事叫projected karma 就是 師姐跟我說 有一件事叫projected karma 就等於我以前曾經聽過的流水恩怨 OK 她永遠不知道 有一些緣分是前世流下來 以至到你再見到她的話 你就愛到是斷不了 那這個我就沒試過 但是 我都試過是一見忠情 其實很多 其實很多男朋友都是一見忠情 然後你越來越忠她 然後大家都對 情投意合在一起 對不對 那 她說 其實當你遇到那個人 那個是你流水恩怨的話 其實你是避不了 也就是 你控制不了自己 是會再 你會愛上她 然後跟著她有去過課題 我說 OK啦明白啦 她說 另外一件事就是 什麼叫 什麼叫空性 舉個例子 這個 譬如這件事就是 分愛情 或者是 一夫多妻 一個男人有幾個老婆 這樣 她說這件事在現在來說 是遺世 即世界不可以接受的 OK 但Aster 其實換一個場景 換一個時間的話 就整件事不同了 香港 一夫一妻制 是1981年之後才成立的 OK 那如果 1981年 譬如我們 我們爸爸媽媽 我們爺爺阿公阿婆阿媽 很多都是一夫多妻的 很多人都有兩個媽媽 兩個媽媽 媽媽是大婆 或者媽媽是兒子 或者媽媽是阿姨阿三 這樣 很普遍的 因為在中國的歷史以來 五千年來 六千年來 幾萬年來的文化 就是一夫多妻 也有些時候 反過來 就是什麼呢 沒有社會就會 一妻多夫 都不錯 是不是 突然間我又變了 是不是 這樣 然後是 甚至乎 譬如說 我們如果換一個場景 譬如說 現在我們去到回教國家 或者去到中東 或者去到印度 或者去到 那你一夫多妻 就可以了 當然 他們一夫多妻 就不是我們想像那些 嘩 的男人 享盡齊人之福 就不是的 但我不在這裏解釋 為什麼 其實他們是照顧孤兒寡婦 然後 又或者你換一個時代 現在變回股時 那你股時 又是一夫 或者1981年之前 或者是香港開埠之後 其實 中國很多地方 都是一夫多妻的 一點都不奇怪 然後 一個老婆負責生仔 一個老婆負責煮飯 一個老婆負責 一個老婆負責 樂田 一個負責管錢 以前是很流行的 OK 例如是張藝謀的 這個 紅燈籠 還是大紅燈籠 高高掛 不太記得這個片名 大紅燈籠 就是說他很多老婆 然後 接著發生什麼事 然後 我都明白 李星相我明白 然後 再說一件事 譬如說 同性戀 同性戀 據我所知 曾幾何時 有在十幾個國家裏面 如果你是同性戀者的話 就已經是會 是將你收監 甚至乎是會處死刑的 OK 但是其實在另外一些國家 就會變成一個時尚 或者是一種 很自然 我們不是選男 就選女 為什麼一定要選同性呢 這樣 也都會是變成 沒有問題的 所以其實 為什麼他說空性 就是 其實換一個場景 換一個時空 事情就已經由對 變成不對 或者是由不對 變成對 甚至是 每個人都是這樣 為什麼你不是這樣 好了 跟我先生說完 我就覺得 OK 對 真的是這樣 所以我們不會判斷一個人 她是 無論是同性女人 或者她窮 她有錢 她沒有錢 她破產 或者任何事情 或者她是和有父之父來往 或者她是愛上了有父之父 或者有父之父 我都認識有人是這樣 亦都是相當痛苦 你不要以為 女人愛上了人家老公很痛苦 男人愛上人家老婆一樣 一樣那麼痛苦 一樣是不見得光 一樣是整天都 真的偷偷摸摸 很慘的 一樣的 但是當然 同時我們就會 假設這個是我們共修 OK 我們就會跟她說 這個 可能是前世的緣 但我們不會說 前世的緣沒問題 不是 而是你選擇這條路的話 其實你跟著下來的 那個經歷和後果是很堪的 OK 比如說 過時過節不到你 過時過節 人家一定是回大店交人 她的生日正日不到你 你不可以帶她出去見朋友 她不會帶你出去見其他朋友 那段關係是很鬼祟 然後是 如果有人知道的話 人家會覺得你狐狸精 覺得你賤格 沒有人選擇 很多這些 是閒言閒語的 OK 所以為什麼我不走這條路 因為我吃不起 人言可畏 我其實很怕這些 我就吃不起 然後是 亦都會犯業 因為那個是 喜歡讓別人的丈夫 會造成了 別人家庭的不快 甚至乎 別人可能因為你離婚 離婚不代表跟你在一起 但她只是找你做藉口離婚 OK 然後 然後我明白了 但我還是在理性上明白 然後 有一天 我想起我一個女朋友 OK 突然想起她 很有趣 這是另一個scenario 這個女士 很久沒見了 十幾二十年沒見了 她也不在香港了 已經去別處了 然後有一天 她其實是一個 很知識平庸的女士 亦都是 不單止知識平庸 甚至乎 You know 你明白我什麼意思 不可以叫做美女 亦都是 她的外形 是非常之 有點複雀的 以至到她是沒有什麼 真正的愛戀的關係 然後這位女士 因為她自己不夠漂亮 不漂亮 身材也不好 很平庸 很平庸的女士 以至到她的手段 是相當之舊 很 嘩 你真是 有時候 你講到 男女的事情 真的要跟某些人學一下 Anyway 然後她就利用她的 身體 她的手段 令到很多男人落淡 以至到她是 她的身家 她的財富 是很有 還有她是 愛情她可能沒有的 但是性愛肯定就有 很滿足到她 好了 然後她想回這個案子 咦 這麼有趣的 喂 這樣又很OK 當然 她 這個是她的選擇 而且她是 反正都是得不到 這個相好的姻緣 她經常是會愛上了別人的老公 但是她是 封衣足食 不休息不休住 夠錢移民 這樣 OK 然後我又覺得 OK 咦 如果這樣看的話 其實 這件事真的是空性 是不是 然後我又再 就是 我就放下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 其實太複雜了 我其實 沒有經驗 也不知道怎樣去 去領悟這件事 OK 我也不想去明白 因為如果真的要明白的話 其實我真的要 踏入一條圈 真的可能 愛上了一個有苦之夫 然後 或者愛上一個得不到的人 然後你才知道 過鐘的痛苦是怎樣 但我不想走那條路 所以 我就去到一點 我就放手了 我放手了 那對於剛才 我最後講的那個例子 就是 我不覺得這個是對 我真的替她 我當初我聽 我回想起來 我就替她高興 OK 你又得到你要的性愛 有的歡愉 亦都得到你要的樓 是不是 那又有大把錢 用 家裡要電話 有電話 要街街去街街 但其實想一件事 再想多些的話 這件事其實是很 陰公諸 是和很苦的 就是說 其實我這個朋友 他已經是假設了 他這一世不會找到真愛 所以你才會這樣拋身出來去玩 拋身出來去得到你的物質上的享受 物質上的需要 是不是 而且 你一定要有一個前設 就是什麼呢 要靚人才可以 值得擁有愛情 如果你不靚的話 是不值得擁有愛情 那你就要退而求其次 就是 你只能夠做大家 大家互相是一個 蝕辱的工具 蝕辱的工具 和一個 一個經濟上的交換 還有很多的內疚 很多的操控 很多的操控 其實我覺得這樣做人 不會開心的 我不相信會開心 還有這個前設也很苦 就算我擁有 當然 有樓 有樓住 有樓收租 今時今日是件快樂的事 起碼你搞定兩餐 但是當你搞定了兩餐的時候 我們女人誰不要愛情的呢 甚至男人又誰不要愛情呢 什麼時候我們會放棄愛情呢 心如止水 所以anyway 我就想想想 唉太複雜了 這件事 我想我都是 我追求我自己要追求的東西 你給我的話 我依然是 按框框地 很stubborn 非常執著 或者是這個 我執著是佛教 就是 我仍然相信我會得到很好的愛情 還有是說 很健康 就是很 互相 很nurturing 很滋養 很滋潤 想不想很甜蜜呢 不一定的 互相尊重 互相扶持 互相 互相 嬉戚 互相娛樂 這樣 的關係 一個家人 家人的關係 雖然我今年都五十七了 過生日 我依然相信我會有這樣的一天 OK 然後就是 做事 我個人很簡單 只有愛情做事 愛情做事 有愛情的時候 就沒有愛情 沒有愛情的時候 就等待愛情 然後做事 等待愛情做事 等待愛情做事 然後就 有一對兒子 被我疼疼疼疼疼 那我就將 現在我沒有拖拍 我就將我所有的愛 傾住在他兩個身上 有多好 所以你看到 小B小寶 是很自信 任何人見過 兩個都說 兩女貓很快樂 很自信 很得戚 當然啦 她媽媽 我用多少愛 浸著她兩隻東西 小寶 小寶 寶寶 你看看 養到她這麼大隻 連彩我都不彩 來 小寶 冠 開冠 都不彩 好 今天講到這裡 非常多謝大家的支持 令到我覺得很開心 很受鼓舞的 你們的留言 不妨留言 講一下你的感受 OK 祝大家都有一個很甜蜜 很溫馨 很滋養 和很了解你 很珍惜你的愛戀關係 和一個家庭夫妻關係 OK 好 拜拜